在香港庆祝主群移交15周年之际 发起七一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表示 至少有40万元响应香港民主派号召上街游行 表达不满并提出各种政治和社会诉求 民政认为是民意的总爆发 泛民政党表示游行人数众多 显示港人反对中共操控香港 近年香港记忆大游行的主题是 踢走党官商勾结 捍卫自由真民主 并加上为李旺洋申冤的诉求 游行队伍下午3点15分 由老公接城手持巨型主题横幅 从维多利亚公园起步 很多参与的市民带同自知标语横幅 表达诉求 有要求彻查李旺洋死因和平反六四 还有民生教育等议题 由于大会行政的要求 梁振英下台的主题 不少横幅标语和道具的内容 都是针对梁振英 对于港人踊跃参加油行 但民政党认为 民意明显是向以西环来带穿的 中共政权说不 香港人觉得西环 就是中联办实在太过分了 事无大小 由特首选举帮梁振英拉票 到管他找谁做局长 到管他的政策 这些令到香港人是觉得完全倒仗不到 基本法承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港人自港 香港人对于大陆越来越操控香港 是很担心、很害怕 因为怕没有一国两制 就变成了一国一制 西环治港 他们是不想见 经过两个多小时 游行队伍的龙头 在下午五点半抵达中央新政府总部 但相隔约四小时 龙尾才完全到达 主办方明镇宣布 有40万人参加油行 04年53万人以来最多的一次 亦都是民意的总爆发 不单只是针对曾任权政府 更加是因为李王阳的事件 还有梁振英她的诚信 她的强权的手腕 是令市民感到反感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